大家好,我們是無高安寺 由7月6日起,就可以由香港直飛地國高重了 今集我們會帶大家去學整日本傳統的線 還會試吃日本最傳統和最新潮的烏冬 最後還會和木格宇的海洋朋友一起游泳 出發! 師傅,今天要做的! 哎呀,大大力計劃子很容易爛組的 小心點,木格宇,不要弄壞了 想不到弄一把線以後有這麼多步驟 完成! 完成! 接著我們去鄉村完全傳統的烏冬店吃烏冬 是全自助的 連綠烏冬都要自己來的 1,2,3 來吧 趕自己喜歡的菜 1,2,3 1,2,3 2,3 1,2,3 1,2,4 一條烏冬就去飛春園追著的陸林公園 喝杯茶,吃和菓子 物流公園是日本保存得最完善、最有歷史的亭人之一 而且好像百多年前那樣 還可以一邊搭船一邊欣賞亭人的風景 接著我們去吃烏冬 有吃烏冬? 是啊,不過這次是吃烏冬的甜品 烏冬咸冰 好像連冰也有烏冬味 嘩,珠古力烏冬 不可憐 喂,烏冬咸 你不是約了你的海洋朋友一起游泳嗎? 快走 海豚朋友很久沒見 可愛 一起中下個先 嘩,可以跟海豚一起游泳 真的好像發夢一樣 最後讓海豚朋友表演一下他們的絕技 Go 感謝大家收看一連合集的鄉村縣介紹 對鄉村縣有沒有知道多地呢? 遲還有機會和大家介紹其他日本有趣的地方 拜拜